经过一个夏天的运作,联盟三十支球队有的实力更强了,而有的实力则是变弱了,牛市自然还是联盟第一的存在,毕竟已经连续两年夺冠了。 那么,在新赛季,勇士队的最大对手是谁呢?最近从库里的言论中,勇士队新赛季的最大对手并非火箭,前不久,库里登陆了国内篮球论坛,科国内的篮球迷,进行了一系列的问答交流。 不少球迷也是问了库里不少问题,而其中有一条问题,引起了小编的关注,那就是一位球迷询问库里,新赛季勇士队最大的对手会是哪支球队? 对于这个问题,库里本人也是做出了回应,给出了答案,回复这位网友,表示,我们自己勇士队,意思就是勇士队新赛季的最大对手就是勇士队自己,并非火箭队,也非东部的凯尔特人队。 不得不说,火箭队似乎被看扁了,毕竟升个赛季,火箭队拿到了联盟第一的战绩,压过了勇士一头。 在西部决赛也是和勇士大战机场,如果保罗没有在第五场最后时刻伤退,火箭队最后两场或许并不会被逆转,这样一来最终进入决赛的是谁? 或许就是一个未知数了,而今年夏天,火箭队也是补偿了阵容,引入了安东尼等一干猛将,实力不说媲美勇士,也是联盟第二道的存在,和勇士差距并不大。 所以,火箭队是勇士的一大竞争对手,这显然的,但是库里对网友的回复有点太霸气了,难免让人觉得火,剑队看扁了。